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的时间节点将会提前五年,在二十八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对此我国认为这一结论是对中国的捧杀,胡锡进表示应该提高警惕。 英国的智库最近发表了2020年度报告,其中具体分析了中国和美国面对新冠的表示,和之后两国之间经济复苏的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预计在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报告中具体分析193个国家,但是只有中国的经济不断恢复,反光美国正在不断下降。 所以说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节点比之前预估的还提前两年,2019年的中国GDP总量为14.36万亿美元,美国为21.43万亿美元。 中国已经达到了美国GDP总量的67%,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爆发,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采取积极的措施,迅速控制并积极推动复产复工。 英国所提出的报告表示由于新冠疫情,会对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遭受影响,对中国有利。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总量上的差距,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加快,特别是在5G产业上使得GDP增长加快。 而听到英国智库给出答案之后,相信很多中国人对此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捧杀,需要提高警惕。 而我国的胡锡进表示,这种需要警惕的心态是健康的。 而且胡锡进认为,英国智库发表的这一报告,是在告诉西方世界中国正在崛起,也此激励他们要行动起来。 对于中国经济超过美国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印度早晚都会超过日本一样,是时代的大趋势。 不过具体是哪一年走到那个临界点,影响最大还是心理? 其实对于这个超越是很不清晰的,中国美国的对比和世界政治形势对此都不会在那个时间节点产生大的变化。 胡锡进认为,在那个节点来临之时,五国已经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足以应对美国的各种威胁。 与此同时,即便跨过了那个节点,我们国家也会面临很长时间处于被动状态。 美国和其同盟联合围堵中国不会撤销,可能还会更加严重。 尤其是在20年代中国下利器爬坡之时,美国肯定会加以阻挠,破坏我国的发展,阻止我国崛起。 这一切都表现了,我国继续发展的成本会比原来高很多。 所以我们不能被英国智库报告上的预测忽悠,不能就光想着中国将会提前超越美国。 就以为接下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顺利,低估了即将到来的风险。 光是要超过美国这一点,就很是艰难。 前方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挑战,我们面对挫折时,需要一股作气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的国家即将面临的是一场持久战, 还要在未来几十年里避免和美国发生决战,保持战略上的谦虚谨慎。 这一点非常重要。